那我们先按顺序把螺丝拧下来拆下外壳 然后我们拆下外壳之后 用拉玛把惯性轮给拆下来 换速度小板的时候 从这个板这边有一个搭扣 把这个搭扣取开 然后这根线是速度小板的线 把这根线从主板上拆下来 多晃一晃 这种结构你多晃一晃它就拆下来了 这头拆完之后 把基金摊侧倒 镜头 这里 这边有两颗螺母 把螺母松开 然后就可以把速度小板从这边从这一侧给它取出来 然后再找一个新的速度小板给它换上 新的速度小板拿到手之后 这边白色的地方稍微弯折一点 但注意不要把它折断 折断之后速度小板就失去作用了 然后从这边穿过去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电片 还是放到这个位置 把电片对控对好 然后放上速度小板 对上螺母 先拧一侧 但不要拧死 否则的话 另一侧容易对不上 等把另一侧的螺母也拧上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上进 然后再把这边这一侧给它接上 按下去 然后把线跟这些放到一起 稍微留一点空 然后用这个卡子 给它卡住 把卡子摁进去 这样速度小板就已经换完了 放完之后 我们再把外壳装好 灌性轮里面有一个箱子 要把箱子对准之后 才能把它装上去 装外壳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对角原则 将螺丝依次拧上去 如果不按照对角原则的话 外壳会产生变形 并且装歪 然后会有一些毛病容易刮伤手 在评讯上